花开花落自有时, 缘去缘来总有因。 大家好, 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 结婚前一天, 男友说她找到真爱了, 想和我分手, 我当场一巴掌呼在她脸上了。 你就不能早点说吗? 我情简都发出去了, 闺蜜兼伴娘的袁珊珊, 一脸心疼地捂住我男友赵承运的脸。 你怎么打人, 人家都不爱你, 干嘛勉强? 没事, 我不疼。 赵承运捏住袁珊珊的手, 眼眶里的柔情都要溢出来。 赵紫叶, 你天生克我吧。 我猛地揪住袁珊珊身后男人的衣领, 管好你女友, 管不了了。 我昨晚刚被甩了, 赵紫叶一脸痞笑, 眼里还夹杂着一丝幸灾乐祸。 小月, 你就成全我和承运吧。 我和她是真爱, 她根本不爱你。 袁珊珊满目深情, 搞得在演电视剧似的, 她是真爱那我算什么, 请柬都发出去了。 思宜, 酒店都定了, 要是婚礼取消, 那我的积蓄不打水漂了吗? 最重要的姥姥, 她还能等得到我的婚礼吗? 我一把甩开赵紫叶的衣领, 扯住赵承运的胳膊道, 你可以不和我领证, 但明天的婚礼你必须参加。 闻讯赶来的赵承运父母一把推开我, 你这姑娘怎么强买强卖, 我儿子不喜欢你, 肯定是你不够好, 我差点气笑, 我还要怎么做才算好, 我就差直接打包送上门了, 赵承运要考研, 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 我面都见不到。 婚礼布置都是我一手安排, 她家里一具没钱, 不仅彩礼一分没给, 婚礼费用更是一分不掏, 我压住喷波而出的火气, 道, 行, 取消婚礼可以, 我准备婚礼的钱, 你们必须还给我, 我等下就把账单 发给你们, 钱是我付的, 东西是陈家人挑的, 为了成就他们的面子, 他们都是敢最贵的挑, 想来他们赔我多少钱, 应该心中有数, 你是自愿地关我们什么事, 凭什么赔你钱, 赵母下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我掏出刚拿到的律师执照, 砸在桌上, 就凭这个, 你以为我花钱的时候没有准备, 和你们的电话和语音我可都留着, 看看法院到底判谁赢, 赵家人彻底慌了, 赵母要赵承运先和我结婚, 其他的以后再说, 不行, 承运哥哥, 你不能这样, 圆珊珊巴长大的小脸满是泪痕, 哭得赵承运心都化了, 匆忙把人拥入怀中, 两人哭得像死了爹妈一样惨, 我搓了搓胳膊上的鸡皮疙瘩, 满脸黑线, 至于吗, 我就是想让我姥姥在闭眼之前看见我结婚, 我又不会抢你男人, 不行, 承运哥哥只能和我结婚, 袁珊珊哭得打嗝, 行, 那就赔钱吧, 赵承运豪气甘云地道, 我赔你, 赵母拉着儿子打, 你知道多少钱吗, 你有钱吗, 赵承运还在学校读书, 根本没钱, 别的学生在成年后, 都是一边考研, 一边给自己找点兼职, 而他只会专心啃老, 赵家本就只是工薪家庭, 为了儿子读书, 几乎掏干家底, 早就没有余钱, 一直当背景版的赵子叶主动站了出来, 你看我怎么样, 你不是差个新郎吗, 我刚好也差个新娘, 你, 我有点犹豫,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总感觉赵子叶看着我的目光像头恶狼, 赵母却像拉住救命稻草般道, 支叶是承运的堂哥, 你嫁给他也没差, 和赵承运的斯文瘦弱不同, 赵子叶身材高大, 见眉心目, 但周身带着股脾气, 让我浑身不自在, 赵子叶周身的侵略气息太强, 一股我最牛的气质, 让我有些退缩, 鬼知道他婚后会不会打人, 其实当初和我相亲的本就是他, 他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像只公孔雀对我死缠烂打, 在知道他高中一夜后, 我更对他没想法, 后来有人向我介绍赵承运, 一袭白衬衣, 戴着金丝边眼镜, 一看就无害, 虽然还是不满意, 但姥姥病重, 由不得我多挑, 便直接答应了, 赵承运考研考了几年都没过, 眼看三世出头了, 赵家也急着抱孙子, 我们一拍即合, 火速订婚, 没想到在关键时刻出了岔子, 你的情帖我看过, 上面只说新郎姓赵, 根本没说是谁吧, 我代替正好合适, 赵子叶蛊惑道, 再说你姥姥不是没见给赵承运吗? 我动心了, 赵承运每次要见我家人时, 却总是有事, 他们还真没见过。 至于婚姻, 实习期间, 带我的师傅本就是离婚官司的专家, 我自认为不会吃亏, 行, 就你吧。 我果断答应, 众人皆大欢喜, 我却总感觉不对, 赵子叶迫不及待地 要带我去拍婚纱照, 造型, 服装, 都是赵子叶安排的, 我像提线木偶一样, 任其摆布, 让我来不及思考其他, 对了, 我和赵承运的婚纱照是怎样的? 我猛然发现我, 根本没拍过婚纱照, 看来婚纱照真的不是必须品, 再说, 我明天就结婚, 这玩意也来不及吧, 看着赵子叶认真和摄影师沟通的侧脸, 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拒绝的话, 等我拍完照, 被赵子叶送回家时, 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明天来接你, 额尖一片湿润, 男人灼热的气息袭来, 我的瞌睡瞬间吓醒, 慌忙下车道, 那明天见, 等我上楼后, 从窗外看去, 发现赵子叶的车停在我楼下久久没有离开, 他该不真的看上我了吧? 我自语道, 一丝灼热爬上脸颊, 要是他真想和我结婚, 也还成, 有些男人像老九, 刚开始接触时觉得不合适, 但只要稍稍凑近, 会发现那是真的香, 想起赵子叶拍照换衣时, 露出的八块腹肌, 我感觉周身似乎有岩浆躺过, 一见钟情, 果真是见色起意, 我捂住通红的脸, 飞奔进浴室, 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天快亮时, 我刚睡着, 就被上门的化妆师吵醒, 我迷糊之际, 被赵子叶接到婚礼现场, 也不知道他怎么和众人解释的, 现场竟然没有一人质疑新郎换人了, 特别是我姥姥精神硕硕, 笑容满面, 完全不像一位绝症晚期的病人, 姥姥似乎特别喜欢赵子叶, 不停地拉着他说话, 仿若老熟人, 我爸妈更是高兴得不行, 毕竟赵子叶就是他们看好的人, 婚礼结束, 我被赵子叶带回家, 婚床的上方挂着大大的婚纱照, 床头柜上也摆放着我们的婚纱照, 真不知他花了多少钱, 让那家店为他加班赶货, 闹婚的人都离开, 偌大的大平层只有我和赵子叶, 我颇有些不自在地坐在大大的婚床上, 赵之叶满身酒气地扯着领带, 道, 我睡在隔壁, 晚上有事喊一声就可以了, 你不睡这里, 轰的一声, 我感觉一阵热气从脸上窜出, 我这是有多急迫, 男人好看得眉眼微微眯起, 一股力气从里面透出, 你想我和你睡, 我猛摇头, 口误, 口误, 赵之叶栖身上前, 灼热的气息洒下我耳边, 媳妇, 要不一起睡吧, 我保证以后一定乖乖听话, 男人的声音宛若大提琴一般好听, 让本就喝了不少酒的我有些迷糊, 似乎得到默许, 男人吊住我的唇, 在上面妈撒, 一股战力从背后升起, 等我回过神时, 身上的礼服早就不翼而飞, 赵子叶却衣着整齐, 去参加宴会也毫不失礼, 好好休息, 赵子叶双眼赤红, 起身离开, 我扯过被子将自己埋住, 太丢脸了, 我这是有多猴急, 换了环境本以为会失眠, 没想到再次醒来, 已是太阳高照, 床头放着的白色裙子, 让我心头一软, 本以为婚礼结束后会各回各家, 就没带换洗衣物, 没想到细心的赵子叶早就帮我准备好了, 穿好衣物出门, 发现赵子叶在厨房忙碌, 修长高大的身躯, 无端把普通的围裙衬承托得小了许多, 你起来了, 洗漱用品我放在卫生间, 你用过没有, 赵子叶抬手道, 我小媳妇似的点头, 颇有些不好意思, 吃早餐吧, 赵子叶把最后一份煎蛋端上桌, 吃完我送你去医院看姥姥, 赵子叶叫姥姥叫得格外顺口, 仿佛我们成婚多年似的, 早餐很丰盛, 格外对我胃口, 吃完饭我们赶往医院, 昨天格外精神的姥姥, 今天床都下不了了, 姥姥拉住我, 说得最多的就是要我和赵子叶好好过日子, 晚饭时, 我刚买来姥姥爱吃的豆腐脑, 却发现她怎么也叫不醒了, 我第一次知道, 人在伤心到极点时, 真是哭都哭不出, 姥姥下葬后, 我和赵子叶谁都没提出要我搬出去的话, 虽然没有睡在一间房, 但我们的一切行为又仿若老夫老妻, 每次看见赵子叶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 我心口都莫名发胀, 仿佛有什么东西破体而出, 姥姥过世后, 我太需要一个家了, 我渐渐把赵子叶当成我后半辈子的依靠, 可后来我才知这个依靠裹着砒霜, 一天, 我提早下班回家, 发现袁姗姗穿着睡衣出现在我家, 赵子叶裹着件浴巾从浴室出现, 一瞬间, 我帮赵子叶找了无数个理由, 我甚至决定, 只要是他说的话, 我都信, 哟, 子叶哥哥, 你的秘密被发现了哦, 袁姗姗眉头青痒, 风情万种得的道,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还没下班吗? 赵子叶愣神道, 我心头一痛, 他是不希望我回来吗? 眼泪夺眶而出, 我不想让人看见我的狼狈, 夺门而出, 爱, 媳妇, 赵子叶想要追出来, 发现自己没穿衣, 赶忙找了件衣服随手套上, 等他追出来后, 我站在消防通道拐角处, 看见他紧张地按着电梯, 时刻注重仪表的男人, 此时衬衣扣子松垮, 露出好看的腰身, 脚上还套着双拖鞋, 可见那人真的急眼了, 等人上电梯后, 我不紧不慢地走进房门, 袁姗姗正一脸恰意地抽烟, 看我进来, 被手中的烟枪的猛壳, 把烟掐了, 我不喜欢家里有烟味, 我冷声道, 不喜欢烟味, 你和赵之夜那个老烟枪在一起, 袁姗姗满脸嘲讽, 他从不在我面前抽烟, 不可能, 我栖身上前, 小妹妹, 你收服不了的男人, 不表示姐姐不行, 是吗, 你要是收服了,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切, 你眼瞎呀, 门前那大大的监控器, 你没看见, 你只是比我早到几分钟而已, 我扯了下他肩上那细得过分的吊带, 真为难你的脸皮了, 穿成这样乱晃, 就不怕不法分子把你拖进小树林, 袁姗姗把手中的烟头掐灭在我精心挑选的沙发套上, 不法分子我没遇到, 倒是给你准备了, 我拍开袁姗姗的手, 可惜还是晚了, 沙发套上已经出现了个黑漆漆的小洞, 袁姗姗, 你妈没教你礼貌吗? 我气得大吼, 她后面说的话根本没有听清, 我妈才没空教我这些, 她把目光不都是给这位优秀的助手了, 我擦拭沙发套的手猛地顿了一下, 我能和想袁姗姗成闺蜜, 只因实习时代我的律师是她母亲, 一位在律师界享有盛名的女强人, 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她推荐的, 我压下喷勃的怒火, 冷声道, 既然没人叫你, 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现在请你离开, 请谁离开? 突兀的男声从身后响起, 赵承运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看了一眼没关上的防盗门, 深吸一口气道, 我是请你们离开, 这刻我也不想知道袁姗姗来我家的想法了, 我开始后悔, 一时矫情让赵子叶追出去了, 我拿出手机想把赵子叶从黑名单中拉出来, 一只涂满红色指甲油的手, 猛地抽走了我的手机, 还给我, 手指刚碰上手机坚硬的外壳, 就被身后的赵承运抱住, 男人身上的香水味和赵之夜身上的烟味完全不同, 你什么意思? 放开我, 我拼命挣扎。 你说什么意思? 你本应该是我老婆, 现在却和我堂哥不清不楚, 赵承运埋在我脖子上深吸一口气, 道, 要不是你假装矫情, 你早就是我的人了, 我差点气笑, 当初她看不上我说, 袁姗姗是她的真爱, 现在怪起我来了, 还有袁姗姗, 她不是非赵承运不可吗? 现在又是什么情况? 我拼命挣扎, 放手, 你敢碰我, 我让你牢底坐穿,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你当我会怕吗? 赵承运嗓音猛地加大, 什么叫什么都没有, 我这段时间根本没去关注赵承运的情况, 子叶也从来我和我提起赵家, 把玩我手机的袁姗姗, 道, 这个白痴在考研上作假, 已经被记大过了, 她以后想找份好工作都难了, 更别说考研了, 考研似乎成了赵家人的执念, 是赵母夸奖儿子的口头禅了, 你考不上关我屁事, 放开, 巴搭一声, 我的衣服被赵承运扯开, 袁姗姗打开视频对准我, 看样子是想录视频, 是不关你事, 但举报我的是赵子叶, 谁让你是她的女人, 赵承运动作粗鲁地把我压在沙发上, 怎么可能, 赵子叶不像是多管闲事的人, 再说他哪来的证据, 他只是个高中毕业的, 等下,赵子叶是干什么的, 住进来这久, 只要我在家都会看见赵子叶,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无业游民, 但他家的大平层, 加上周身的奢侈品, 不像没工作, 据我所知, 赵之叶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就离婚了, 并都有了新的家庭, 他和富二代也不搭边, 来不及多想, 赵承运带有老茧的手探到我身下, 眼看最后一道防线失手, 子叶, 我双目放光地盯着赵承运背后, 身上的男人像被屁崩了一眼弹跳起来, 我趁冲进卧室, 锁紧房门, 我翻出抽屉的备用手机, 打通赵子叶的电话, 快接啊, 我急得跳脚, 电话响了三声, 被无情挂断, 这个手机我很少用, 赵之叶也不知道我有这个电话号码, 卧室门被砸得砰砰作响, 我心都妈了, 这些人怎么回事, 不是都受过高等教育了吗? 怎么完全不计后果? 小月你把门打开, 赵子叶根本不是好人, 你以为他的手很干净吗? 知道他为什么高中就辍学吗? 因为他尽杀了人, 赵承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我打电话报警的手, 猛的一顿, 背后一阵发凉, 赵子叶很有钱, 非常有钱, 从这间价值不菲的大平层, 可以窥见一二, 还有赵子叶满贵的万表, 每一只拿出来都要几十万, 这样的财富最少需要三代的积累, 可是作为一位高中辍学, 每天有大把时间的人, 到底靠的是什么积累的这些财富, 答案不言而喻, 我想起他上锁的客房, 我住进来时间不短了, 可赵子叶从来没邀请我进去过, 就算他每次出门时都会把门锁上, 他还和我开玩笑说, 里面有一只大怪兽, 开门会吓到我, 赵子叶有秘密, 要是我现在报警, 警察发现了他的秘密, 他会有危险吗? 我迟疑了, 砰, 我猛地回头, 赵承运踹开了房门, 手里还拿着根高尔夫球杆, 球杆是粉红色的, 那是赵子叶刚买的, 他说过这个周末带我去打球, 你别过来, 我已经报警了, 我举着手机给他看, 报警又怎么样? 你本就是我老婆, 赵承运双眼赤红, 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 这会像杂草一样堆在头上, 赵承运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我举起床头柜上的相框做武器, 你现在离开, 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要是等会警察来了, 可没那么好说话了, 看, 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袁杉杉举着一支注射器进来, 这玩意能让你醉鲜欲死, 袁杉杉一步步向我逼近, 我再次举起手机, 我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我都看见了, 你没有报警, 袁杉杉不急不缓地道, 她有千里眼吗? 隔着门她看见个屁, 袁杉杉走向房间的穿衣镜, 拿起梳妆台的椅子砸了上去, 玻璃硬生碎裂, 那里竟出现了一间房, 据我所知, 那是赵子夜睡的客房, 我扫向房间, 当看见墙上贴着的照片时, 我疯了一般扑过气, 撕扯着照片, 可是照片太多, 我根本扯不完, 哟, 没想到我这位堂哥, 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赵承运癫狂地大笑起来, 墙上都是我的不雅照, 穿衣镜就是个单面玻璃, 赵子夜像个偷窥狂一样, 在镜子里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亏我还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 倒嘴的肥肉都不吃, 没想都人家癖好特殊,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两次都眼瞎看错人, 想来没有比我更蠢的人了, 我想跳起去够最高处的照片, 忽然头皮震痛, 袁杉杉拽着我的头发, 就想把那支注射器扎在我身上, 我吓得肝胆剧烈, 醉先欲死, 这该不是那个吧, 这玩意要是沾上几乎无解, 就算戒毒成功, 复兮的可能打九成, 不要, 我不顾大把头发被扯断, 头皮几乎撕裂的痛苦, 拼命挣扎, 啪的一声, 赵承韵的球杆重重地敲在我身上, 袁杉杉趁机把注射器扎在我身上, 冰凉的液体打进去的时候, 我感觉头盖骨都被人掀开了, 我天旋地转地栽倒在地上, 全身软绵绵的, 血液里似乎有岩浆躺过, 赵承韵冷笑一声, 扯出自己的皮带, 正当他扑上来的时候, 他脚腕上忽然缠上一条黄色的不明物体, 那物件几乎由我大腿粗, 赵承韵感觉脚下的滑腻, 大叫一声, 那吓破音的嗓音瞬间让我神智清明不少, 我才看清他脚下的物件是只巨大的黄金蟒, 赵紫叶没说错, 他的房间真的得有怪物, 姗姗救我, 这是什么东西? 赵承韵拼命扒拉腿上的巨蟒, 可是他越缠越紧, 还不停地往赵承韵的身上爬去, 袁姗姗看着巨蟒早已吓得双腿打颤, 要不是巨蟒庞大的身躯堵住他的去路, 他早跑了, 初中时受某人的影响, 我倒是不怕那东西, 只是全身无力的我, 失了几次都没从地上站起来, 我爬向刚才撕扯照片时掉落的手机, 果断地拨出报警电话, 可惜, 命运像是和我作对一样, 电话只响了两声, 手机自动关机了, 无论我怎么暗动都没反应, 我犹如被人当天一棒, 如雨的汗水从我头顶涌出, 不行, 我要离开, 我猛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连滚带爬地跑向房门, 眼看要出去, 我被床头柜上的一张照片定住身形, 你是一张合照, 一看就是偷拍, 那是我初中时和一个小胖子的合照, 小胖子是同桌, 他父母离异, 一直和爷爷奶奶居住, 他家有家超大的蛇场, 听人说那里面的蛇还吃人, 小胖子还经常喜欢带蛇去学校, 没有小孩和他玩, 本来我也不喜欢和他玩, 但他经常会带好看的漫画和好吃分给我, 还能帮我辅导功课, 他偷摸带的小蛇也从不咬人, 我和他关系越来越亲近, 甚至约好上同一所大学, 高考那年, 我和他被人举报谈朋友, 有人取笑我找了个小胖子, 好面子的我和他关系渐渐疏远, 故意和长得好看的班长走得近, 高考那天, 我被人恶意堵在厕所, 使他如神兵天将的救我于水火, 可是高考刚考完, 我就被父母打包, 送到外省的姥姥家, 那时电话和网络都不普及, 我和周围的同学都断了联系, 等我上大学时, 再去打听小胖子的下落, 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他家的蛇长, 也被整改了, 早已不知去向, 我一直以为他是生气了, 躲着我, 没想到, 他早就回到了我的身边, 只是身形俱变, 还换了姓名, 让我没认出他, 现在想来, 赵紫叶的脸型, 确实和当年的小胖子赵安有点像, 赵紫叶高中辍学, 可是他当年明明可以参加高考, 不对, 他救我后, 被人堵住去路, 还要我出去找人来, 我找到在附近巡逻的警察, 但因为高考快迟到了, 我被警察直接送去考场, 这一刻我思路万千, 但迷糊的大脑, 让我几乎死鸡, 我扫了一眼, 踢命锤打大蛇的赵承运, 刚碰到门锁, 房门却被人从外面推开, 手脚发软的我, 瞬间被外面的人抱了个满怀, 来人看向房间内的情景, 身体紧绷, 随后放松下来, 我房间可真热闹, 赵紫燕玩味的声音响起, 直到赵之夜偷窥的那刻, 我想和他断绝关系, 但发现他是赵安后, 我迟疑了, 知道他不会伤害我, 心神放松的那刻, 身体的岩浆再次流遍全身, 我仿佛被人放在火架上炙烤, 赵紫燕的怀抱, 就是我面前唯一的水源, 我像一只大狗, 不停地在赵紫燕胸前乱拱, 它衣衫被我扯开, 胸前滑腻的肌肤让我碍不释手, 这一刻傻子都知道, 袁珊珊给我注射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赵紫燕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想要推开我, 要笑彻底被激发的我, 哪里能让他如意, 我嗷乌一声咬上他的脖子, 惹来男人低哼一声, 软了力道, 我趁机双腿缠上他的腰身, 像树带熊一样挂在他身上, 赵紫燕神色晦暗地想把我扯下来, 堂哥救我, 赵承运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 赵紫燕眉头微皱地扫了他一眼,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他是担心蛇多一些, 赵紫燕带着我走道到赵承运面前, 他不知怎样做到的, 那条黄金蟒乖顺放开了赵承运, 赵紫燕提起蛇头, 在赵承运和袁姗姗震惊的眼神中挂在我身上, 蛇冰凉的肌肤让我滚烫的身体一机灵, 但随后的舒爽让我滴鸣一声, 读书时, 赵安经常带我去蛇场, 比这更大, 更多的蛇我都见过不少, 这玩意我都不带怕的, 看我不怕, 赵安, 不, 应该说是赵紫燕把蛇放在墙角的超大恒温箱, 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赵紫燕语气冰冷地道, 我仿若醉酒般, 虽然能感知外界的事物, 但身体完全不听使唤, 心底的黑暗也在这一刻被放了出来, 平时不敢干的事在这此时仿若微不足道, 赵紫燕不停扒拉着我乱摸的手, 忽然神情巨变, 你们给他打药了, 他冰着我胳膊上的青紫, 那里正好有个针孔, 袁珊珊知道情况不对, 拉着还没缓过神的赵承运离开, 赵紫燕想追出去, 却被我绊住手脚, 该死, 赵紫燕低咒一声, 来到浴室, 打开淋浴, 冰凉的水刺激的我一哆嗦, 男人试图把我从身体上扒拉下来, 我扫向浴室的镜子, 猛地想到浴室里那特殊的穿衣镜, 一股委屈爬过心头, 它是什么意思, 我每天从不锁房门, 大晚上穿着睡衣对着镜子搔手弄姿的场景, 他是不是都见过了, 这个男人真是该死, 他把我当什么, 只好看, 不中吃的花瓶嘛, 我猛地一口啃住那肖响已久的唇, 我亲爱的先生, 你是不行吗, 整天在那光看不吃, 这一刻我无比清醒, 我要报复这个男人, 我是谁, 男人双眼幽暗, 眼神里似乎有暗流涌过, 赵紫叶, 或者你更喜欢叫你赵安, 我平静地道, 男人失控般, 把我抵在浴室冰冷的墙上, 淋浴的冷水, 瞬间被调成适宜的温水, 雾气朦胧间, 我看见一具比例极好的身躯, 圆珊珊的药, 加上我的极力配合, 我们的战场从浴室转战的那张 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昏床上, 那个药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凌晨醒来仍让我心火难耐, 身旁的男人还在沉睡, 我翻身上前自己自足, 至于害羞, 反正今天过后我们再也不会见, 有什么害羞的, 醒来后的赵紫叶还有点迷糊, 但本能使他扶住了我的腰身, 完事后, 我趁着赵紫安熟睡, 包袱款款地逃了, 我以前就有国外留学的想法, 但姥姥一直身体不好, 我也没提, 这次正好是个机会, 至于袁珊珊和赵承运, 以男人的小心眼, 我相信他肯定会报复, 至于这对小情侣, 为什么要找我的麻烦, 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有时候知道太多, 未必是好事, 国外的课业很轻松, 我每天都很悠闲, 唯一的缺点饭菜真心吃不惯, 害得我每次都想吐, 图书馆, 我正在啃面包看书, 忽然一道黑影挡住了我的光线, 我刚想离开, 赵紫安的脸出现在我的视野, 我转身想逃, 却被人扯住胳膊, 我的教养让我没在图书馆大叫, 赵紫安把我拖回离图书馆不远的公寓, 你哪来的地址, 赵木娘告诉我的, 我有点猛, 我不是交代过我妈, 我和她已经分手, 让他们不要搭理赵紫安的吗, 媳妇你真够可以的, 竟然和咋妈说, 我和袁珊珊就情复燃, 赵紫安眼神危险, 我说的事实, 要不是看上袁珊珊, 你为什么要找你堂弟麻烦, 还让袁珊主动送上门, 我翻了个白眼, 那真心不怪我, 我只是和袁珊珊说我破产了, 我堂哥老有钱了, 才引得你贴钱都要嫁, 我满头黑线, 当初我急着结婚, 袁珊珊一个劲地劝我不要嫁, 为了堵住她的嘴, 我把赵承运夸得天花乱坠, 赵承运的母亲也是个爱说大话的, 顺杆子上爬, 给自己家戴了不少高帽, 那你举报赵承运是怎么回事, 我可不相信她是一时兴起, 谁叫她被袁珊珊甩了后, 还想吃你回头草, 呵呵, 所以这人就直接釜底抽薪了, 可她没想到, 她也是袁珊珊惦记的草, 害得我也被连累, 想起那晚的事, 我就骚得慌, 你走吧, 我可不想让偷窥狂当我老公, 赵紫叶脸上瞬间血色尽湿, 对不起, 那间房子我买的是精装修, 我入住就是那样, 入住就是那样, 她后期不会改格局吗, 我侧着脸不想看她, 男人也知道李亏, 落寞地转身离开, 那落寞的背影, 让我想起被抛弃的野狗, 等下, 当年你为什么辍学, 还近了, 后面的话我说不下去了, 我总觉得那件事和我有关系, 赵紫叶没有转头, 只是顿住身行道, 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 说完就大步离开, 看着他的样子, 我心口莫名发疼, 我拨通了父母的电话, 当年我走的时候, 要他们帮我感谢赵紫叶, 如果她是为了帮我辍学, 我爸妈肯定知道, 他们只是没告诉我, 小月, 我以为紫叶已经告诉你了, 既然她没说, 那我就告诉你吧, 我妈的话让我头脑发懵, 当年我被赌, 是因为我和班长走得近, 班长的爱慕者找人赌我, 那些人都是辍学的问题儿童, 赵紫叶与他们发生争执时, 身上刚好带着蛇, 有个人被吓得滑倒摔倒, 后脑勺着地, 人到医院后就死了, 小孩的父母有点失利, 不仅让赵紫叶辍学, 还让他蹲了橘子, 听到这些, 我猛地冲出公寓, 没人, 我到附近找了一圈也没人, 电话没接, 微信不回, 他生气了, 也是千里迢迢找过来, 却被冷眼对待, 换了谁都会生气, 我失魂落魄地回公寓, 却在电梯附近闻到一阵烟味, 香烟味很特别, 我在国外几乎没见过, 我顺着烟味走到消防通道, 赵紫叶一身高定西装, 正蹲坐在那抽烟, 他面前的饮料瓶里放了还几个烟头, 脚边上还有一包富士山居, 男人秀长的手指夹着烟头, 一手插进前额的头发, 搓着发红的眼睛, 他趁一下渐进肌肉紧绷, 猴头不停着吞咽着什么, 紫叶,我轻声叫了一声, 胸腔猛烈跳动的心脏渐渐平复下来, 男人双眼通红地向我望来, 眼里的哀伤还没完全消散, 你大老远来看我, 我怎么也应该尽一下地主之意, 我再次带他进了公寓, 买了一堆菜, 最后赵之叶却成了主厨, 吃饱喝足我摊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不想动弹, 话说, 这是我这段时间吃得最过瘾的一次, 赵紫叶收拾好碗筷, 想抱我回房睡, 起身时他一个踉呛, 我直接下行, 男人颠了下手上的重量, 看来国外的饭菜也很养人, 你是说我长胖了, 我双目圆瞪, 难道是我快餐吃多了, 但我也没吃好多呀, 我摸下长肉不少的腰身, 也还好, 很可爱呀, 赵紫叶双眼求生欲满满, 那就是胖了, 我上次挂在他身上, 他走路都不带喘气的, 这会可不是这样, 我从赵紫叶身上下来, 想去抽屉翻找我好久都没用过的跳绳, 无意间看见我没动过的姨妈筋, 一道闪电炸过脑海, 我出国多久了, 我问跟过来的赵紫叶, 七十九天又十小时, 三十八分钟又二十三秒, 赵紫叶抬手看向自己价值不菲的腕表, 那次之后我姨妈都没来过, 不出意外, 我应该是怀孕了, 可我那次明明是安全期, 怎么了, 赵紫叶似乎发现我的不对劲, 我迎上男人漆黑的眼镜,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钱哪来的, 我直奔主题, 赵紫叶说, 你妈没跟你说吗, 我爷爷的舌场拆迁了, 舌场不是你家租的吗, 那直接占了个山头的舌场, 要是拆了要赔多少钱啊, 不是租的, 那附近山头都是祖上船上来的, 我爷爷都给了我, 那爸一分都没有, 我去还是几座山头, 那到底是几多钱, 所以你公司破产也是片原山山的, 我妈了, 那倒不是他现在的样子哪像破产, 只是我名下的公司有点多, 破产一个也没什么, 我扶住腰身, 沉声道, 想娶我吗, 想, 我的彩礼是一百万, 有这些钱, 就算将来被甩也不亏, 说不定还有一笔分手费, 赵子叶沉默了, 你不愿意, 我炸毛了, 不是, 媳妇, 你格局小了, 赵子叶看着我的眼神一言难尽, 我答应赵木娘的是三千万, 我猛了, 我就说, 我妈怎么会告诉她地址, 原来是被偷家了, 当天我妈就电话打来了, 要我回去领证, 我回国后才知, 赵承运和袁姗姗都被赵子叶送进橘子里了, 儿子出生后, 我发现他虽然很聪明, 但就是不爱学习, 某人也不急, 说孩子还小, 一天, 我看着和儿子玩得不亦乐乎的赵子叶, 扶植心灵的道, 你不读大学是不是不想读书, 大学有什么好的, 我只要有钱, 可以让一批大学生为我打工, 我直接一拖鞋砸过去, 赵子叶似乎也知道说错话了, 抱着儿子闪人, 亏我还对赵子叶高中辍学内疚不已, 原来人家就是故意的, 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结婚前一天, 我有了读心术, 又是如往常一样, 在我发了一大串文字后, 承植只回了一个哦, 我真服了这个, 听了, 他多说两句话会死吗, 天天拉个脸给谁看, 可是我在气不过也没有办法, 家族联姻硬生生地撮合我们谈恋爱, 我们敷衍地谈了三年后, 又催促我们结婚, 这不, 明天要去领证, 要说我为什么不反抗这种包办婚姻, 原因有二, 一呢, 就是我没什么喜欢的人, 嫁给别人不如嫁给这个门当户对的, 至少他是个有钱的少爷, 二呢, 当然是我的一点小丝心, 承植很帅, 无论是皮相还是骨相, 都能把人帅得翻跟头, 但是他再帅, 也不能动不动就甩脸子吧, 每次我不知道说了什么, 就会惹得他黑脸, 他对我还没对他家狗温柔, 那些大小姐幸亏没见过他这阴晴不定的死样儿, 不然哪个还敢还喜欢他, 我又看了一眼我给他发的消息, 实在不行, 明天领个证吧大哥, 咱们两家这么使劲撮合, 咱俩要不装一下, 撮合过一段时间再说, 先稳住家长的言语攻击怎么样, 哦, 我估计他的哦应该是同意的意思, 连忙回道, 那明天九点三十, 咱们明正局见, 过了十分钟, 他还没回, 我也没在意, 洗了个澡后, 拿起手机就看到了他的消息, 出来, 他这是在楼下吗? 我透过窗户往下看, 果然看到他已在车边, 手中的烟亮着星星点点的红光, 黑夜趁得他的皮肤更清透白皙, 只是微微皱着的眉和时不时看一下手表, 透着他的不耐烦, 我认命地下楼, 然后在他的注视下摔了个狗吃屎, 脑袋嗡嗡响了半天, 我也没在意, 扶着他伸出的手, 习惯性地道谢, 谈了这么久的恋爱, 为什么对我还这么客气? 谁在说话? 是诚挚的声音没错, 可是他没张嘴呀, 傻傻的样子好可爱, 想捏脸, 一会儿该说什么? 老子明天接你去民政局, 还是咱们明天一起出发去民政局吧, 哪个好一点呢? 第一个比较霸气, 第二个比较温柔, 但是不符合老子的形象, 什么鬼? 我听见的是承挚的心声, 在我正愣的目光下, 承挚灭了烟, 将烟蒂丢进垃圾桶, 然后走近我, 我们俩大眼瞪小眼, 草,别盯着我别盯着我, 承挚你呀千万别脸红, 然后我就看到他脸上本来白皙的皮肤 悄悄泛起了红, 好家伙, 还真是他的心声, 他不会是在害羞吧, 这种气氛太奇怪了, 我连忙顺着他的心声说, 明天你接我去民政局吧, 我看到他愣了一下, 他让我送他去为,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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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什么, 回什么, 扑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时没忍住笑, 你, 笑什么, 你太可爱了, 明天九点, 我到你家楼下等你, 承挚撂下这句话就走了, 如果没有看到他红到低血的耳尖, 我估计会以为他生气了, 我回到沙发上开始沉思, 承挚不是很高冷吗? 可是听他的心声, 让我觉得他甚至有点喜欢我, 不可能啊, 我大二时明明听到他明确地跟朋友说对我没兴趣, 那这个心声难道是梦? 我没有多想, 换好衣服后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我梦到了我和承挚的第一次见面, 那是高一刚入学的时候, 承挚和我同级, 在刚入学时就引起很大轰动, 据说是淮阳中学有史以来最帅的校草, 我从小就经常听爸妈提起承挚的父母, 因为两家关系很近, 所以也不可避免地听到有关承挚的话题, 但那时我们全家跟着父亲在另一个省份工作, 生活, 所以我没有正式见过承挚, 当我知道和承挚在同一个班的时候, 老实说, 我有点紧张, 我比其他人先进入班级, 能感受到班里零星的人的注视, 我长得也还不错, 但是人缘一直一般, 身边为数不多的好朋友, 经常说我的长相属于一眼能把人冻死的类型, 样样你知道吗? 我第一眼看到你以为你是个冷面美人, 这是薛陶陶最常说的话, 哎, 长相与性格极其不符, 是重什么感受? 谁懂, 承挚来得比较晚, 班上的同学们大多已按照老师提前放在屏幕上的座位表做好了, 承挚就在同学们叽叽喳喳地相互了解时间里, 慢慢地走进教室, 让整个教室静默了好一会儿, 那时他有着让无数女生为之疯狂的脾气, 可能因为年轻, 脾气里又夹杂着些许青涩, 所以他想要装乖信手拈来, 简直老少皆宜, 啊不, 男女通吃, 也不对, 总的来说就是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都喜欢的类型, 承挚和我同桌, 可能也从父母口中听到过我的名字, 看到座位表后有一瞬地愣着, 我看着他走近我, 说, 你叫中央? 嗯, 得到回答后, 他就直接坐到了我旁边的座位上, 我象征性地问好, 同学, 你好呀, 诚挚弦腻了我一眼, 嗯, Taking的形象在我心中就此立住了, 我们做了一年同班同学, 高二文理分班后就不在同一个楼层了, 但我经常听人提起他, 比如他又去打架了, 好像是为了他的同桌, 千, 跟我同桌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好, 比如, 他又搞对象了, 虽然他本人没证实过, 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因为跟他关系近的女生寥寥无几, 能走在一起, 估计就跟搞对象八九不离时了, 其实高一那年, 我和他关系也很近, 比后来他的绯闻女友都要近很多, 很奇怪怎么没人八卦我们, 我还没来得及回忆完往事, 就被薛陶陶的电话吵醒了, 钟小样钟小样, 你猜我在公司楼下看见谁了, 谁, 陈文家, 他回来了, 这条爆炸新闻, 让我混沌的脑袋顿时清醒, 陈文家, 程智从高二到大学的飞闻女友, 据说高中时期, 俩人就如胶似漆, 浓情蜜意, 后来他出国了, 大家都猜测, 这两人分手了, 听说俩人分手的时候, 程智还消沉了好一阵, 那这儿, 我刚刚追上南神, 还沉浸在甜蜜之中, 也没慰问他一下, 但我一想到一会儿, 要去民政局和程智领政, 又忍不住头疼, 希望程智的陈年烂桃花, 不要再来烦我, 当初我和程智在一个大学时, 就被陈文家烦来烦去, 我可真是完全吃不消这种类型的女生, 我简单洗漱过后, 化了个干净的淡妆, 看着镜子里那位艳丽又不识清纯的美女, 骄傲地对自己竖起了大拇指, 我真是个大美女, 我就浅浅自恋一下吧, 九点我准时下楼, 看见了熟悉的车和熟悉的人, 这么准时, 我从不迟到, 给样样结婚这么重要的日子, 怎么可能迟到, 不是吧, 昨天晚上真的不是梦啊, 我真能听见这小子的心声, 这也太扯了吧, 我是活在小说里吗, 我直直地盯着他发动车子, 靠, 他又盯着我, 惩挚你, 给我保持住你的冷酷, 给我出息点, 不就是个中央吗, 虽然又漂亮, 又善良, 又可爱又, 可嗨嗨, 那个, 你赶紧开车吧, 哦, 再听下去, 就该换我脸红了, 一路上我都在疑惑, 听诚挚的心声, 感觉他好像, 有点, 喜欢我, 这太令人惊讶了吧, 我和他的交集, 除了不嫌不淡的同桌生涯, 再然后就是不嫌不淡的被迫交往, 完全没有任何值得对方心动的点呢, 靠, 样样好香啊, 又换洗发水了, 样样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好可爱, 在他奇怪的心声的围绕下, 我们到了民政局, 走出民政局的时候, 我拿着手上的红色小本蛋, 整个人有点发懵, 我就这么结婚了, 嫁给承治了, 太魔幻了, 我的余光贴到一对走出民政局的夫妻, 正在拿着结婚证自拍, 两人的笑容在阳光下无比耀眼, 承治也看到了, 问我, 想拍吗? 好想拍, 我们还没有过单独合照, 啊, 你说自拍吗? 可以啊, 学着那对夫妻的样子, 我们也有了属于彼此的第一张合照, 民政局前的路人们来来往往不停歇, 这对年轻的夫妻拿着步入婚姻的证明, 驻足于这里, 将他们爱情的开端定格在这一时刻, 领完结婚证后, 就是搬家, 当大大小小的用品, 在这个属于承治和我的房子里放置好后, 我累了个半死, 虽然大部分都是承治收拾的, 不过承治的家务实力,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要是他没有一些碎碎念的心声就好了, 卧槽这个好重,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东西, 马克笔吗? 放书房, 笔时他正拿着我掉落的唇釉, 靠靠靠, 怎么办怎么办, 这么快就收拾完了, 我还想多收拾一会儿, 看着这个表面成熟稳重, 实际内心凌乱的男人, 亦或是可以称呼为老公的男人, 我难以形容此刻的感受, 就像是你用了很久的洗发水, 结果发现是护发素, 这让我晕头转向, 我意识到他喜欢我, 但是为什么?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种表面假扮的冷淡持续了多久, 会不会是在我因为他的冷淡不羁而退缩逃避, 以至于喜欢上别人之前, 他就已经喜欢上了我, 收拾完了? 嗯, 为什么这么冷淡? 明明都是我老婆了, 我愣了一下, 下意识以为他在说话, 原来又是新生, 谢谢你啊, 诚挚, 这么辛苦帮我收拾东西, 又是叫全名, 明明都是我老婆了, 所以我要按照诚挚的想法叫他老公, 这这这, 我佛慈悲, 阿弥陀佛, 我真张不了口, 我赶紧找话题, 要不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嗯, 去香会怎么样? 香会是这里有名的香菜馆, 我爱吃辣, 尤其中意香会, 印象中好像也经常在香会遇见诚挚, 这个提议似乎不错, 但我看到诚挚眉头轻皱, 在想些什么, 是不喜欢吗? 要不换个, 换一个清淡的, 可是我很想吃香菜啊, 他好像那个快来了, 怎么能吃辣? 我靠, 离谱, 我自己都没想到我的大姨妈会什么时候来, 诚挚一个高冷男神, 这是特意记了我的生理期, 这也太羞耻了吧, 但不知为何, 我羞耻的同时心里又泛起一股暖意, 我每次来大姨妈都痛苦又焦躁, 尤其我还爱吃辣, 每回都跟火山喷发一样, 他很关心我, 甚至在这方面都会关心我, 被一个对任何事都冷淡的人放在心上的感觉, 被一个各方面都优秀又是自己少女时期的暗恋对象的人放在心上的感觉, 真的挺好, 最后我们去了一家江南菜馆, 这是承治提议的, 巧的是, 这家菜馆就在相会的对面, 我有一种望眉止渴的感觉, 不过这家的江南菜还是很好吃的, 不愧是承治的品味, 就没错过, 哦不, 除了他那位奇葩前女友, 跟承治在一起还跟另一个男生告白, 似乎出国后又无缝衔接了另一位男生, 据说承治因为他的离开还颓废了好一阵, 嘖嘖嘖, 真想象不到他颓废的样子, 估计是别人添油加醋了, 吃好了, 承治看我放下来,